现在汽车市场最火的车型莫过于SUV了 它的销量近年来是呈井喷式增长 SUV以车内空间大 视野好 外观史上霸气等优点 受到众多车主的喜爱 后备箱容量大 尤其是和全家一起自驾游 不过很多车主在买了SUV后 再次买车的时候往往选择轿车 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是因为很多功能用不着 很多车主购买SUV就是因为看中了它的空间大 多功能和好停车 可以和家人自驾游 可是开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 车顶行李架根本用不上 后排座椅放倒完全没用过 平时工作很忙 好不容易偷个篮 只想待在家里 自驾游什么的都不了了之 很多本来非常期待的功能都用不上 好感也下降不少 其二是安全性舒适性差 不省油 SUV比轿车空间大 自然比较高大 重心也会提高 受到碰撞时容易翻车 且高速行驶时舒适性也会比较差 我们都知道省油与风阻系数有关 SUV风阻大了 自然耗油就多了 其三是价格 最近几年SUV很火 价格自然也在飙升 比同档次的轿车要贵出很多 这就意味着你花了钱买到的SUV 带来的体验还不如同等价位 甚至更低价位的轿车 这太不值得了 在实际生活中和轿车一比 SUV的优点所剩无几 缺点却是一抓一大把 更加突出了轿车的安全性 舒适性和省油等特点 买车可是一件大事 准备买车的朋友 可要考虑好再下手